各位朋友这个句子非常的精彩 这里面有所谓的导装句 再来还有两句合并的分词句构 以及that词句 真的很精彩 我们把它弄懂学会 现在我们要加入六个符号 123加4来分解它 那么第一个动作呢 先把变成两个颜色 主要的123为黑色 次要的这些后面补充东西为红色 主词是我们 这个地方是动词 是B动词的圆形动词 因为这里有一个助动词 助动词怎么跑到这么前面去了呢 因为这叫道装句 等一下再给各位说明 那么我们呢 应该是 这边有一个arrogant 就是非常自大自傲的意思 那么这个字非常好 请各位再学习一下 arrog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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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大的 傲慢的 这当然不好了 所以前面来个副词 in no way in no way就是绝对不要的意思 跟那个never非常的像 in no way should we ever加强语气 绝对不要 be arrogant 所以这个母句啊 本来是 we should in no way ever be arrogant 本来是 主词在前面 接着助动词 再接动词 we should be 但是因为是导装句 就会变成 should we be we should be 把副词掉到最前面去 这叫否定副词导装 所以合在一起 in no way 是绝对不要 should we ever be 我们是 arrogant 是自大傲慢的 绝对不要自大傲慢 然后再看后面的两句合并分词局够 我们又怎么样呢 thinking 各位看到这是标准的两句合并分词局够 前面的主词是我们 这下面的主词也是我们 但是下面的我们被省略掉之后 think变成了现在分词ing 我们就这样想 想什么呢 that 各位来 请看 带出来一个名词字句 表示我们想的事情的内容 这边是第一个that字句 这边下面再来看第二个that字句 说想两件事情 that本身没有意思 所以我们后面直接翻 想什么呢 we are 我们是 better 我们比较优越 比较好 land somebody else 比别的某一个人要好 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这当然不应该这样想 that 然后想第二件事情 everybody out to 各位这个out to 也是一个助动词 这个助动词跟should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比should更正式 想的第二件事情就是 everybody out to bow down 每个人都应该向我们敬礼 臣服于我们 屈服于我们 to us 我们高人一等 都得尊重我们 这样的想法 当然是不好的 所以前面的母句 我们绝对 不要是 这么样的傲慢 想着说 wow 我们自己比人家棒 高人一等 别人呢 都得听我们的 都得屈服我们 真的是 非常的漂亮 各位来一起回忆念诵 in no way 绝对不会 should we ever be arrogant 我们呢 绝对不要是 傲慢自大的 同时呢 我们不要想着 thinking that we are better 我们比较好 than somebody else 比别人好 想第二个事情 that everybody out to bow down 每个人呢 都应该 臣服于我们 听命于我们 to us 了解了 语意的架构 跟文字的内容 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六个符号 教给大家的 两个基本动作 要有声音 要有思考 请念诵 in no way should we ever be arrogant thinking that we are better than somebody else that everybody out to bow down bow down to us 希望大家都能够 跟我们一起学到 说英文 讲英文 致正腔圆 一口流利 的英文 文法理解了 透过这个一二三加式 把英文弄得清清楚楚 英文 马上学懂 马上 过目 不忘 那么 这样子的内容 分析长句子 难句子 是很多朋友 需要看论文 或者是看公司里面 比较复杂的报告 以及要参加各项 高阶考试的同学 应该要学会的 因为这对你们来讲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 帮助跟提升 大家一起加油 看公司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